有時候我們家裡會覺得說 我沒有木頭啊 其實家裡木頭非常的多 今天我就拿這幾個不用的 報廢的這些鏟子來做一些創意的花器 那其中還有一些瓶子啊 飾管啊 有時候我們會準備了一些材料 那將來我們將來 大部分就用這些不要的容器來做東西 好 首先呢 我們先做這一支 那這支之前我鋸斷了 鋸斷這個地方那一節就拿去接那個 我有一支拖把 那現在都是鋁的拖把 那結果斷掉 我就拿插在中間 螺絲鎖一鎖讓那個拖把也可以用 所以我鋸掉了一節 那就是這個也破掉 那我們今天就來裝飾這個東西 看一下怎麼裝飾它 首先這裡還一節 我把它打斷了 ok 那這就折斷 折斷 我就把它拿掉了 盡量 不要這個東西 小刀拿來 把這個斷裂的面稍微削 削遠一點 但是你也可以說 我拿砂紙來磨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我是比較沒有那麼的 弄得那麼精細 大概都是隨便弄一弄而已 好 大概削一下 讓這個稍微混圓一下 不要看起來那個粒粒的 就是 好像會刺傷人這樣 盡量不要有那樣子的感覺 ok 稍微削一下 當然你要弄到很漂亮也行啦 有人光靠美工刀就可以雕刻出很多東西來 那木頭有木頭的紋路 盡量要弄的時候順著它的木裏 所以 免得你這樣削的時候 它一直裂開裂開裂開 這樣也很頭痛 盡量順著它的木裏下去做 好 再來這裡也有一點點還好 順著木紋來削一下 這邊呢 這個比較麻煩 我希望它不要那麼銳利 所以稍微那個角稍微削一下就好 ok ok 好 好 這就是大概我們的處理 處理的方式 那 簡綠的處理 那現在呢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做 做一點裝飾喔 畢竟它破掉 我想要稍微補一下 補一下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看一下 這個面還夠厚 所以我在這邊沾一下 我在這邊這邊 裝兩個孔 comentarios 那我要那个,这个地方为上面,这个地方为专两个孔 开始我们要运用铝线来处理 首先,就先穿一条铝线进去 我刚刚砖孔的时候把这里有点打破,所以它有点跑出来 这个没关系,稍微给它缩一点,让它尽量不要出现 再来,这一条 这样子两条铝线进去,那用瞬间胶稍微低一下,像这个地方稍微低一下,免得它跑掉了 哎呀,弄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的话就赶快卫生纸擦一擦 好,这个地方 瞬间胶不要低太多,适可而止,因为它并不是有太大的好处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剪 我们剪一个一长一短 OK,我们来剪了一长一短,等一下就顺其自然去做变化 然后这个时候我中间 中间哦 中间希望它有一点 弧度 好,然后这个地方 拿这个稍微缠一下 好,一样这个 抓住它以后 好,我们来 我们开始做这个缠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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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缠缠缠到最下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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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地方也缠住了 然后接着这个地方来做变化 来,我还有一支圆 好,来 我开始在这个地方做变化 怎么做变化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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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成这个样子之后 我开始用手指头下去绕 绕出我要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很讶异啊,只是绕一绕而已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罩我不满意,我希望它再绕进来一点 于是我就把它在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我把它放开,有没有放开了,然后接着呢,我还可以把这个绕下来 是不是图形不一样,图形不同,那如果我还要再绕紧一点呢,我再把它绕紧一点,我希望它所做的那个弧度会更,这个地方会更好 我把它拉,拉得更后面一点,然后再把它放开 ok 放开 这个时候我再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先来一点 好 这个地方的松紧是你自己可以变化的,那比如说到这个地方你再稍微放开一下,放开一点 好 这边的话,我们再放开 我把它繞得比較黎密一點 然後第二條呢 我希望它是反方向 反方向 它一樣順著這個地方 這樣一直彎進來 但是它進來之後 它是繞出去的 我發現有點長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剪斷 這個時候我把這個地方轉一轉 我把這個地方夾起來 再把它剃在哪 它會變成的 就是這樣我覺得它會變成的 那一把這個地方越來越來越多 这不是绕得很顺,可是我们可以这样,就把它绕顺一点 为什么做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铲子这边破掉,所以它需要一个弥补 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好,那接着我们在这上面再做一次 好,我们找一下我们的绿色的这个部分吧 把这个多余的剪掉 然后就要绕这个地方就好 好,一样 这些稍微绕多一点 大家有看到 把它缠一缠这样 可以缠多一点,就尽量缠多一点 你会发现这条铝线本来不是很平整 可是当我缠上去以后,发现它还蛮平整的感觉 因为铝线它可以硕的,硕形硕的很厉害 到这里 把这边剪断 这边也剪断一些 那这样子 我现在要来拉这边 我希望它能够变得很紧 你就稍微拉一下 然后在这个尾巴这个地方拉一下 压下去 那这个地方呢 另外一个地方 原本它是有点分裂的 尾巴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 拉紧 拉紧一点 然后再折下来 那这个时候无形中它就会越来越紧 那这两条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瞬间交先点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 这瞬间交有点不太顺 这个时候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勾环 一个环 这个环要干嘛 就是到时候如果我要挂 挂在墙壁上 我这个地方可以挂 好 假设到这里来 我现在要绕着它顺下来 可是我必须做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感觉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开始做绕的动作 那你们看到 我现在只要这样子一绕 有没有它这个地方就做一个好像定位啊 因为它被我绕住了 ok 好我等你绕幾圈以后 往下我就要绕这颗大的木头 好 那蓝色的呢 蓝色的一样 它也是可以绕 你也可以不要绕 但是你也可以绕 那绕的时候当然它的感觉是反方向 反方向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不均匀 因为它没有办法跟它交错 那所以我们把它绕同一个方向好了 把它拉过来 好拉过来 把它绕同一个方向 一样 那你们看到 现在我就把它拉到同一个方向来 那这个时候我绕的时候可以顺着原本的纹路绕下来 这有点长 好 绕着原本的纹路下来 ok你有看到 顺着它的纹路下来 一直下来 下来 下来在这个地方 好 它是不是要再 变成两条 同一个纹路下来 那这都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将来你要再调整 是可以再调整 好 那这个时候我用这一条来做一个收 好 那接着 两条要各自发展它自己的东西 好 全部都绕在同一个位置来 ok 发现 就順著紅的方向然後一起走下來 那這樣子它其實會變雙色 雙色也很好看喔 單色其實也不錯看 雙色也不錯看喔 繞到這邊來 假設到這裡以後 兩條都是固定的 都在同一個路線上跑 好 那這邊總得分家吧 好 他們要分家啦 那紅色的呢 敢在這個地方 他就做另外一個裝飾起來 假設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裝飾 開始了 一樣我用繞圈圈的方式 稍微給它繞多一點 來看喔 這邊繞了一個圈圈 是不是這樣子 它可以喔 去假裝它順勢的紋理下來 也可以不要喔 就看你自己的 願意給它的變化是什麼 好 假設它是在這樣子的 狀態下喔 你可以讓它設定一個 一個花紋喔 好 假設它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 再調整一下 更漂亮一點 那另外一條怎麼辦 把它繞過來 可能繞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 給它另外一個形狀 好 這條有點長 把它剪斷 好 另外一條是這樣的一個模式下來喔 好 那它可能是 走這樣的路線 好 用這個方式靠過去 把它形成兩個 好 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線條都還是可以調整 比如說你如果調整這樣 你覺得這個彎度弧度 你不滿意 好 你可以再做調整喔 那其實 沒有一個東西做出來一開始 你看來自己會覺得很滿意的 這樣比較難啦 通常是不太滿意比較多啦 所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 我們做東西也是一樣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你去調整 就好像你為人處事啊 如果你絕對不滿意 你還要做調整一樣意思 那你就可以去調整你的旅線的一個角度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比較更合你的心意喔 好 假設我再把它調 調成這樣子 再彎一點 好 這樣子 好 假設我現在的需求就是這個樣子 那但是這個東西要做什麼用 我要頭痛了 我要這個幹嘛 基本上這個一點用處都沒有啊 那我要一個沒有用的東西要做什麼 於是我必須要讓它成型 成型它可能是一個花器 所以我拿一個飾管過來 表示我這個飾管要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盡量不擋住它啦 不擋住它 但是看你要放在什麼地方都OK 假設我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如何要把這個東西固定在上面 這個就很妙齁 剛剪下來一小截 現在馬上把它做一個更小的東西出來 你看這個圈圈很小對不對 不像剛剛那個圈那麼大 因為剛剛那個圈是裝飾用 那我現在這個圈又非常的小 因為我這個是要使用的 好 大家看喔 現在是 我把它圈成這樣 感覺這個到底要幹嘛 好 請注意看喔 這個地方有個底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套這個底 好 下次我把它拉上去 拉上去 這個時候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我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圓圈圈 好 我要套著它 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 把這個東西這樣拉大 把這個東西這樣拉大 把壓伸拉大 好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圓圈圈 那可以放這個東西底 OK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固定它 假設我要固定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是在哪裡好了 這裡好不好 假設在這裡好了 ok 在這邊打一個洞 注意喔 這個東西不要打穿了 打穿了以後你就頭痛了 麻煩啊 因為你要固定它就變得 反而變得不容易 好 現在我把它壓下去以後 可能瞬間交給它點下去 有時候你可以利用這個打出來的木粉 再把它塗回去喔 它也可以形成一個很漂亮的東西 OK 然後你看喔 這樣子 OK 把它彎到這裡來 好 這個就是我等一下要的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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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什麼 要的這個底 哇 這是底好啦 OK啦 我等一下就是要固定成這樣 那上面的東西怎麼辦 上面的東西怎麼辦 一樣的 哇 紅色的還有 好 看到了齁 很簡略的 不需要到這麼長 就這樣子 繞著它左右繞幾圈 這就當作我等一下要固定它的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在上面做裝飾啊 或各方面的 這都OK啦 可是你沒有也沒關係啊 重點是 等一下你真的是要纏得住啊 好 假設我繞這樣子 這就是我要的 那 我現在要把它固定在上面 OK 大家看得到啦 我只不過要把它固定在上面來 那當然它有很多方法 第一個你先選擇你要的高度喔 我覺得這個位置不錯 這個位置不錯 好 那我現在要在這邊 在這邊做一個一個洞 就在這裡 哎呀 不小心穿過去 這是最可怕的 要是穿過去了 沒辦法 不小心 剛剛不小心穿過 好 那我們一樣啊 這樣放進去以後 好 等一下 像這邊 轉到你要的位置 旅線是可以調整的喔 轉到你要的位置 好 接著換另外一邊 就鑽進後面 就鑽進後面的一個洞去 好 看到沒有 好 這個時候要用工具啊 因為 好 它形成一個固定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在還沒有成形之前 看你要做怎麼調整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調整喔 這邊也 下面也可以做調整 那上面也可以做調整 好 等到你完全覺得說 好 那就是這樣子啦 我不再動 好 假設我不再動啊 好 這樣子我覺得 欸 這樣子角度 我贊成了 支持了 好 就這樣子啦 好 這個時候呢 好 再把你的順點點上去啊 不然你太早弄 等等調你也是痛苦啊 好 太多衛生紙擦一擦 略 那不小心啊 好 轉過來 基本上是順著它就好了 OK 那這就是變成你的 你的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水耕的花器 那這邊可以吊 吊起來 這就是你的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樣可以吊起來的一個四管花器